高雄左營區再度的停電 在中午接近1點的時候 民族變電所的潰線跳脫 導致了巨蛋商圈附近有7525戶的店家呢 是停電了 店家不只沒有電可以用 生意大受影響 祝福也熱到崩潰 但是這樣子的狀況 其實昨天晚上就上演過一次了 左營區因為變電所 斷路器開關跳脫停電 影響將近有4000戶 一天之內停了兩次電 讓民眾實在是很無奈 這間撥會也沒辦法做 櫃台收音機 螢幕全案 冷氣冰箱無法運轉 就連鐵捲門都開到一半 突然停電 店家好傻眼 又停電 會不會蠻衰的 對 可以申請國賠嗎 無奈全都寫在臉上 前一晚高雄左營區 才因為白衣咬斷電纜 導致變電所斷路器開關跳脫 將近4000戶沒電可用 結果一天不到 又因為變電所潰線跳脫 再度停電影響7000多戶 尤其這次還挑在中午停電 店家生意大受影響 東西都做到一半 客人就不買了 剛炒到一半客人都走掉了 除了客人當場跑光 連住戶待在家裡也熱得受不了 只好跑到樓下乘涼 停電太熱所以下來 對 電器設備無法使用 就連交通都差點大亂 耗置燈不亮 遠景站在路口指揮交通 臺電人員趕緊進行搶修 索性兩個小時內全數復電完畢 昨日晚間的停電事故 主要原因是因為地下電燃遭到白衣咬村 造成後來是由民族變電所的潰線 轉供恢復電力 今天下午12點59分 轉供的民族變電所第四處潰線跳脫 又造成停電事故 至於潰線跳脫原因 究竟是否也是白飲釀貨 臺電人員還在釐清 只是大熱天遇上停電 民眾熱到崩潰 無言以對 記者柯成浩高雄採訪報導